连续四年出席工业节庆祝大会 蔡总统先释出好消息 抛出数字秀执政成绩单 蔡英文向工业界败票 直接讲出接下来四年 蔡英文对2020大选很有信心 对手国民党已经摆出国政配阵型 民进党11月13号公布不分区立委提名 最快11月14号 蔡英文就会宣布副首人选 周末蔡英文高雄竞选总部成立 蔡英文和赖清德两人将再度同台 呼声最高的蔡赖配 被视为小英相独派妥协 赖清德除了是能巩固独派的牌 也有利于蔡英文继续打亡国感议题 只是赖清德的台独和涉扁两大主张 恐怕成为韩国瑜拿来攻击的破口 我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一直都支持啊 支持他特色 我觉得可以再行赞 赖清德高举台独和涉扁两支大旗 蔡英文是否照单全收 蔡赖配虽然有独派势力相挺 小英得到一份资产 同时也得承受某种程度的政治包袱 记者简红旗邵玉敏 SNG小组台北报道